西有琉璃瓦,今有身边人,欢迎收听琉璃故事会,将一回国了,还带了个小豆丁,我看着那张眉眼异常眼熟的脸,虚心求叫,这位是,看不出来,我儿子,文言我一愣,随即竖起大拇指,一眼就瞧出来了, 小少爷小小年纪,就已经有了父亲的风范,一表人才,一看就是人中龙凤,大概是我彩虹屁吹得有点过,现场氛围略显尴尬,连的孩子听完,都害羞地往江义身后躲了躲,不管怎么说,都是江义的仔,本着跟未来老板套近乎的原则,我蹲下身子笑着问,小朋友,你几岁了呀? 小家伙探出个脑袋,怯生生朝我比了四根手指,江义跟我结婚三年,如今突然冒出来的小孩四岁,我安慰自己,江义还是有点职业素养的,至少不是婚内出轨,算给我了个体面。 原以为这件事跟我关系不大,没想到晚上江义找到我,有件事需要你帮忙。 江家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,他母亲那边最近出了点情况,后续会由我继续抚养。 我没吭声,知道他还有后话。 果然,江义继续说道,我要给他一个身份,需要你把他认下。 这是计划外的事,我会在协议基础上额外给你补偿金。 这次我终于听懂了,江义无非就是想说,这孩子是我们俩生的,利用合法的婚姻关系,让他堂堂正正住进江家。 我有些犹豫。 三千万。 老公,咱儿子叫啥? 江义元。 好嘞,我这就去帮元元收拾房间。 两年三千万。 别说让我给人当妈,就是当孙子,我都愿意。 一直折腾到十一点,隔壁儿童房的哭声才渐渐停歇。 卧室的门被推开,江义疲惫地走了进来。 瞥了眼正舒舒服服看电视剧的我,冷哼了声,你倒是清闲。 我想说,也不是我儿子,但感觉挺没劲的,就没接茶。 江义已经洗过澡,自然地掀开被子,躺在我身边。 没过一会儿,一双大手俯上我的腰。 我有点困了,生气了。 我反应了片刻,才意识到江义说的是什么。 没有。 有什么要问我的? 我有点疑惑,问什么? 我明显感觉到江义那边冷了下来。 随后她翻身整个人压在我身上,动作都带了粗鲁。 我知道躲不过去了,叹了口气,还是顺从她。 毕竟一个多月没见,我也并非完全不想。 一个小时后,室内趋于平静。 我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,精神彻底涣散。 江义好像喊了我两声,我嫌烦翻了个身背对着她。 江义笑了笑,用完就丢,小白眼狼。 我懒得反驳,闭眼很快睡着了。 隔天醒的时候,江义已经上班了。 客厅里,只有江一元在沙发上自己玩小汽车。 乖巧安静,吃过早饭了吗? 江一元点了点头,然后指了纸餐桌。 上面还有剩下的包子和豆浆,应该是让我吃早饭。 我觉得有点奇怪,好像从没听过江一元说话。 导母很快就到了,见小孩有人照顾,我叮嘱了两句,也出了门。 路上,我突然收到了条信息。 是个陌生号码。 谢谢你答应照顾我和阿易的儿子。 莫名其妙。 我直接把号码拖入黑名单后删除。 压根没放在心上,我跟江义在一个公司。 只不过她在顶楼办公,我在二楼的人事。 金氏大瓜,咱们江总恋爱了。 打完卡刚坐到工位上,张玲玲就捧着手机,匆匆跑过来。 我心一紧,下意识就以为我们的事儿曝光了。 紧接着就听张玲玲继续说,白萧宇,就那个大明星。 卧槽,两个人在美国私会一个月,胆子够大的呀。 不过男才女貌的,还挺养眼。 绯闻女主不是我,我莫名松了口气。 点开手机,果然相关词条已经位居榜首。 新闻里,白萧宇和江义并肩走在美国街头,姿态颇为亲密。 我搜了下白萧宇的照片,莫名觉得她跟江义元有几分神似。 感觉自己好像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豪门秘心。 赶紧关上手机,敲了敲张玲玲的头,拿着三千的工资,就别操三千万的心,赶紧上班了。 张玲玲吐了吐舌头,重新跑回了工位。 我又想到,今天收到的短信,迟来的有些后悔。 早知道是白萧宇的电话,就保存一下了。 将来卖给狗仔,应该也能狠赚一笔。 后续我也没再关注那个新闻,忙了一中午正要吃饭,意外接到保姆的电话。 莫小姐,圆圆一直不肯出来吃饭。 江先生电话也打不通,要不您回家看看。 这是真把我当他妈了。 面子活还是得做,路上给江亦发个短信,大概说了一下情况。 他没回复,我猜应该是还在开会。 保姆脸上带着担忧,你早晨一走圆圆就回房间了,到现在都不出来。 问他也不说话,我刚去敲门,才发现反锁了。 皱了皱眉,我也跟过去敲了敲,圆圆,能开下门吗? 等了几分钟,门咔哒一声开了。 保姆立刻大喊,我的小祖宗爱,你可吓死我了。 声音太大,江亦元眼眸不安地闪了闪,人也跟着往后缩了缩。 这副样子,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,万幸江亦元跟我还算乖巧,被我哄着吃了点东西。 结果等到我要上班的时候,这孩子却不愿意了。 他也不开口,就在后面揪着我的衣服。 可怜兮兮的,我有点头疼,试图跟他说道理,我先去上班,晚上回来陪你玩好不好。 男孩眨巴着眼睛看着我,眼珠子雾气腾腾。 最后我没办法,又给江亦发了条信息,人员状态不好,要是你有时间,也回来一趟。 结果都快到上班时间,江亦还是没回我。 江亦元不肯自己在家,我手头还有工作,不得已我只能跟部门经理打了个招呼,直接把江亦元带到公司。 怕江亦担心,我还特地留了个言。 张玲玲看见江亦元特别激动,这是谁家的小孩,也太帅了吧。 我弯了弯唇,也觉得江亦元好看。 回了句,亲戚家的。 结果话音刚落,就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,江亦元。 在旁边乖巧看书的男孩,眼睛一亮,跳下凳子,直接扑进了江亦怀里。 大家都被这一幕惊呆了,办公室安静如鸡,都齐刷刷地看向我。 只有张玲玲,不走脑子地问了句, 范范,你的亲戚是江总。 紧接着,大家的表情都变了。 连江亦都挑了挑眉,似乎等着我的回答。 我跟江亦属于隐婚,自然不能在这个时候暴露我们的关系。 于是我灵机一动,我,我在江总家的兼职保姆。 保姆,我点了点头,就缺钱吗? 江总看我可怜,允许我周末去他家打扫卫生。 张玲玲知道,我家条件一般。 我不知道,对,对不起啊。 见他们信了,我松了口气,结果抬头就对上江亦的视线。 保姆啊,他重复了一遍这个称呼。 我立刻意识到,我们的江总又不高兴了。 江医员被江亦带走了。 很快楼里就开始疯传小家伙是江总的私生子, 甚至还有不少人跟我打听。 我不知道,我跟江总不熟,真不清楚。 大家发现剑,似乎问不出什么,终于消停了下来。 我有点不高兴。 给江亦发了条信息,你怎么直接就过来了? 不是你让我有时间接他的腰。 我有点无语,我是这个意思吗? 结果他紧接着就发来一条,没开车,下班带我跟袁回家。 听到这个,我整个人就不好了。 原本我就处在风口浪尖处,这个时候再被同事发现我跟江亦有牵扯,岂不是自寻死路。 犹豫了一下,我还是决定采取稍微折中一点的办法,您能在稍微远点的地方等我吗? 比如,我想了想,出了公司又转800米,有一个十字路口, 然后再向左走500米,有一家便利店。 你带着圆圆在那边等我? 呵,我直接在家里等你好不好? 那最好不过了。 没等我回复,那边冷冰冰传来几个字,六点,B1。 好的,六点一到,周围的同事纷纷起来准备离开。 我事先溜去洗手间,戴上了一个硕大的遮阳帽和口罩,偷偷摸摸把车开到B1。 看见我的装扮,江亦面色往下沉了沉,我就这么见不得人。 主要我是怕万一咱们被人瞧见,有人质疑您的品位。 跟在后面的江亦员好奇地仰头看着我,我摸了摸他的脑袋。 上车,江亦抿唇,直接拉开副驾的门。 我一愣,你让圆圆自己坐后面。 江亦挑眉,一副不然的的表情。 小朋友自己坐不太安全,然后车门被重重关上。 江亦单手拎着江亦员的衣服把人丢上后座,随后自己也坐了上去。 整个车厢都弥漫着我很不爽,别来惹我的气息。 我摸了摸鼻子,没敢吭声。 晚上到家,江亦就跟大爷似的往沙发上一坐,简单做个糖醋小排,咖喱牛肉,再炒两道素菜就行。 我不确定,这是跟我说呢? 谁是保姆,我跟谁说。 我瞅了眼江亦,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人这么小心眼? 洗了洗手,我走到厨房准备做饭。 江亦员跟过来,眨巴着眼睛站在我旁边,要帮忙。 男孩使劲点了点头。 我想了想,搬过来了一把小椅子,放在水池旁边,然后把蔬菜放进盆里,洗干净。 江亦员踩上椅子,闷头开始干活。 我,嘴巴因为认真,不自觉嘟起来,脸蛋红扑扑的,让人忍不住亲一口。 实际上,我也确实这么做了。 男孩一愣,从脸颊红到了耳根,两颗眼珠子跟进了水似的。 仰着脑袋朝我眨了眨眼,表情呆萌呆萌的,圆圆洗得真干净。 小孩咧嘴笑了笑,手上的动作更卖力了。 呵,站在门口的男人看见这一幕,突然冷笑一声。 我扭头,只看见这人离开的衣角。 咱也整不明白,这种人怎么能生出这么可爱的儿子。 晚上江亦员睡着,我才从男孩的卧室出来。 一出门就被男人的手抓住,打横将我丢在床上,可以睡觉了。 我惊呼出声,随即倾笑,对不起,保姆不提供陪睡服务。 不好意思,我们家得赔。 那我这就给王神打个电话。 说着,我爬起来准备拿手机,江亦反应过来,直接攥住了我的双脚,将我重新拉回他身边。 故意的。 我笑得眼睛眯起来,江亦捏住我鼻子,避我了一天,欠收拾,说着,稳住了我的唇。 呼吸逐渐急促,溅入家境时,突然听到了一阵哭声。 我俩聚视一阵,别理他。 江亦不想停,但紧接着就传来敲门的声音。 江亦瞬间就尾了,趴在我身上喘着粗气。 你去开门,我要穿衣服。 江亦磨了磨牙,欠了他。 你儿子。 江亦冷哼,我可没这么黏人。 此时我特别想问一句,你确定? 但碍于身份,我还是选择克制。 江亦臭脸将孩子领进来,我这才发现江亦元居然手里还抱着个枕头。 进来之后,迈着小短腿,飞快爬上床,把枕头放在我旁边,咧嘴朝我笑着,眼睛上的泪珠子还没擦干净。 我擦了擦他的脸,轻声吃了句,又哭又笑,小猫尿尿。 我带你去自己的房间。 江亦元不肯。 江亦非着脸又重复了一遍,江亦元索性直接不看他罢了,把脸迈进我怀里,只露出一个倔强的屁股。 换了新环境,估计是不适应,要不先让他在这边睡一晚吧。 江亦瞥了我一眼,哼了句,你倒是角色进入得挺快。 我吭声,江亦不情不愿地躺下来,这是默许了。 江亦元睡不着,我随便翻出了一本书,给他念童话故事。 念着念着,小家伙抓着我的手逐渐放松,呼吸也均匀了下来。 我声音停住,刚要把书盒上也准备睡觉,就听到男人开口,然后呢? 什么然后呢? 江亦皱眉,风把小猪的家吹跑了,然后怎么办,他们住哪儿了? 我看着一脸认真的江亦,一时间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。 把书往旁边一丢,闭眼说了句,住你家了。 江亦倾笑,然后嗡了声,两只小猪都住我家了。 哼哼,最近我在江亦元身上投入的经历越来越多,这不是一个好现象。 毕竟我跟江亦的婚姻本就不是正常状态,我这个妈也只能维持两年的时间。 我告诉自己,我都是为了对得起那三千万,才不是真想给江亦元当妈。 周末,快下班的时候,张玲玲突然神秘兮兮把我拽到旁边,双手合十。 范范,求你个事。 晚上有场联谊,原本约好的小姐妹放我鸽子,反正你也是单身,帮忙顶一手。 不去,就急呀。 这次联谊的男方质量可高了,我发誓跟歪瓜裂早得不一样。 张玲玲作为大龄女青年,每天都战斗在相亲前线,你要是不去,我就真不知道找谁了。 原本说好的两男两女,现在就送我自己算什么回事啊。 真不行,我面露男色,我不是给江总当保姆吗? 他晚上有应酬,我得回家照顾圆圆。 那就把小朋友带着呗。 张玲玲晃我的胳膊,里面有一个男的,正好是儿童心理医生。 他肯定能照顾好小朋友。 儿童心理医生,我一愣,突然想到圆圆从到家就没开口说过话。 点了点头,还是答应了。 给江易发了个信息,告诉他晚上我会带圆圆出去吃晚饭。 男人回复得倒是快,直接甩了个OK的表情包给我。 自从江易元来了之后,我和江易联系的频率明显增加,甚至还会彼此主动汇报对方动态。 我捏了捏鼻梁,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。 林林说的儿童心理医生,名叫许毅。 鼻梁上架了附近私矿眼镜,长相文质彬彬的。 看见我带着江易元,面上也没有多惊讶,低头主动跟小朋友问好。 江易元性格还有点腼腆,害羞地躲在我后面,看样子是不讨厌对方。 主人公是张玲玲,饭间我便也没怎么开口,始终照顾小朋友吃饭。 幸好张玲玲很快就和对面的男士聊得火热,两个人有来有往的,完全不显冷场。 相较之下,我和许毅就比较沉默了。 我有些抱歉,其实今天我是被临时抓过来的,连小朋友都没来得及安顿,没和你说清楚是我的错,这顿饭我请算是给你道歉。 不用,我很喜欢圆圆,许毅笑了笑,问我,她一直不爱说话吗? 我没听过她开口,然后忍不住又问了句,小朋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,还可以治疗吗? 我知道圆圆不是哑巴,她哭的时候声音很嘹亮,心情好的时候,我甚至听过她笑出声音。 许毅想了想,排除身体情况,更多的我们要考虑她的心理状况。 以前她有没有受过什么打击,或是有过什么不愉快的经历? 我答不上来。 许毅没勉强,慢慢来,可以治疗的。 等小朋友有了足够的安全感和信任感之后,或许能得到缓解。 说完,她递给我了一张名片,有需要,随时恭候。 我们这是联谊失败,但成功建立了一幻关系。 许毅扬眉,或许,联谊也不算失败。 我没去深究这句话的意思,吃过饭张玲玲和另一位男士准备去看电影。 我借口小朋友休息,准备先回家。 许毅主动起身,我送你。 不用麻烦,我们打车就好。 让女士独自回家,可不符合绅士风范。 张玲玲在旁边点头,复义, 范范你是坐我车来的,不把你安全送到位,我心里也过意不去。 推拒不得,偏麻烦了。 我抱着江一元在门口等着,却意外看见了一抹熟悉的身影。 是江一和,白萧宇。 我抱着圆圆愣在原地,一时间不知如何反应。 但下秒,就听到白萧宇惊喜的声音。 圆圆,女人飞快跑过来。 几乎是瞬间,我感觉到江一元抱着我的手臂,陡然缩近。 她不仅没有任何愉悦的心情,甚至把头埋进了我的脖梗,拒绝回头看向那个女人。 白萧宇已经走到了面前,她踩着一双恨天高,身上是刺鼻的香气。 圆圆,是妈妈呀,你不认识妈妈了吗? 江一元里都没理她,两条短短的胳膊死死抱住我,生怕我把她放下。 白萧宇有些恼怒,一双眼死死瞪着我,一定是你。 教唆源源不认我这个妈,对不对? 我还未开口,江一走了过来。 白萧姐,提醒你不要忘记我曾经说过的话。 白萧宇陡然停住,看向我的视线,带着厌恶。 片刻后,她重新戴上墨镜,抬腿离开。 江一站在我面前,还没说话,许一的车便开了过来。 我垂了垂眸,打扰江总,我先回去了。 说完,弯腰钻进许一的车。 江一站在车外,透过半开的车窗看过来,嘴唇抿成一道直线。 许一也跟得回事了一眼,你们认识? 公司老板。 许一了然,点了点头驱车离开。 江一的身影越来越小,我才忍不住松了口气。 没关系的,我早就知道她跟白萧宇的关系。 又有什么的呢? 但不知道为什么,心里就是该死的不舒服。 白萧宇出现之后,江一元明显不对劲了起来。 一张小脸没有血色,满脸写着不高兴,甚至还变得更加碾我了。 突然,我冒出了个想法。 江一元现在变成这样,或许和白萧宇有关。 但我不明白,她不是她的妈妈吗? 怎么会做出虐待这种事? 我没有问江一元,担心小孩子反应更严重,只能花更多的心思陪她玩。 一直到晚上,江一才回来。 脸色跟江一元有得一拼,看见我就问,她是谁? 谁是谁? 送你回来的那个,晚上你就是和她吃饭的。 跟你没关系。 江一陡然冷了下来,我是想提醒你,根据协议,婚内出轨三倍赔偿。 谢谢提醒,江总还是管好自己吧。 别自己提的协议,到头来赔得个倾家荡产,得不偿失。 我不喜欢和别人争吵,这让我有点喘不过气来。 我去给圆圆洗澡。 话落,江一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病,挡在我面前, 硬是不让我离开。 她是个男孩。 所以呢,你对她这么好做什么? 我吸了口气,拿人钱财,为人办事也不行。 说完,江一冷笑,是啊,你还记得自己就是个后妈。 说的明明是实话,但我还是憋不住了。 她莫名其妙带孩子回来的委屈在这一刻全数爆发。 我是后妈,那你就让她亲妈来, 钱我不要了,总行了吧。 说完,我把手里的毛巾往地上一丢,绕过江一开门,就往外走。 你去哪儿? 用不着你管。 男人伸手要把我拽回来,这时候突然传来江一元的哭声。 方才吵架的声音太大,圆圆害怕了。 江一脚步迟移了一秒,我已经跑了出去。 我跟江一结婚三年,我早就搬进了她的房子,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。 漫无目的地游荡在街头,电话突然响起。 我看了眼来电,一股无力感又一次涌现。 妈,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妈? 那头声音尖锐,这个月生活费你还没打。 上个月你才要走十几万了,你弟弟上学不要花钱啊。 我冷笑,一个高中生,哪能用到这么多钱? 你知道我生你受了多大的罪,就因为你是丫头,我这辈子都被婆家看不起。 我养你弟是为了什么?你自己不清楚吗? 不清楚。 我吸了口气,我就是个普通人,你今天跟我要十万,明天跟我要二十万。 你有没有问过一句,这些钱我是怎么来的? 你搞不到这么多钱,凭什么觉得我能搞到? 我确实有错,我就错在自己眼瞎,投胎到了你们家。 电话挂断,我直接把手机关机。 从小我就在父母的拳打脚踢中长大的,一切都是因为我是个女孩。 八年后,我妈再次怀孕,如愿生了个男孩。 我以为日子终于变好了,没想到,却是一切不幸地开始。 弟弟检查出了先天性心脏病,治疗耗光了家里所有的钱。 撑到高中,家里逼我辍学,理由是供不起我读书。 一个女孩读书有什么用,不如趁早工作补贴家用。 后来,我在北城打工,遇到了江义。 女孩子改变命运,只有一条路,就是读书。 她帮我联系在北城,念完了高中,又供我读完了大学,让我成为了一个体面的人。 但我没想到毕业后,她会和我求婚。 因为不得已的原因,我需要用一段婚姻。 期限定为五年,之后我会给你一笔丰厚的报酬。 几乎没有犹豫,我就答应了。 因为江义对我来说,是恩人。 但今天,我跟江义发脾气了。 犯昭地,我听到有人喊我,名字在这一刻充满了讽刺。 我撑起精神回头,许医生,怎么自己站在这儿? 我身上还穿着居家服,甚至脚上的拖鞋还没来得及换。 有点难为情,出来买点东西。 许医没戳破我的谎言,买完了吗? 送你回去? 不用,家离得很近,我可以自己回去。 没关系,现在刚好有空。 真不用。 许医苦笑,你好像特别喜欢拒绝我。 你可以不用这么着急说拒绝的, 就想说我别人对你的善意不好吗?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和我说这句话。 许医继续说,其实第一次见面的时候,我就发现你自我保护意识很强,某种程度上和江一元小朋友很像。 只不过你是成年人,比幼儿更懂得掩饰。 我不知道你过去经历过什么,但是可以给我一个接近你,了解你的机会吗? 至少别忙着拒绝。 我…… 不用了。 话未说完,我突然被一股外力拽了过去,撞进了一个坚硬的胸膛。 她是我太太,我带她回家就够了,不劳许医生。 上了车我才注意到,除了江一,江一元居然也在车上。 小朋友困急了,倒在后排已经睡着了。 手机怎么关了? 对不起,我没提我妈找我的事,吸了口气,今天是我情绪不好,不该任性和你吵架。 类似的情况不会再发生第二次,抱歉。 你还不明白吗?江一往外吐了口气,我生气不是因为你和我吵架,是因为联系不到你。 你贸然跑出去,电话打不通,我找了你多久,你知道吗? 你是我妻子,你有撒娇,质问,吵架的权利和资格,但不要动不动就离家出走。 我才没有动不动就离家出走,我小声嘟囔。 况且,我才不敢和你吵架,我们是怎么在一起的,你知道的。 江一没回答,直到车开进车库。 他才扭头,我和你在一起,是不是因为那纸合约,你真的不清楚吗? 我们在一起了七年,我对你如何,你心里没数吗? 心脏因为江一这句话被猛地拉扯,忍了一路的眼泪,就这么直挺挺砸了下来。 砸进了我的手心,就是因为我知道,所以才委屈,所以才有情绪。 江一捧着我的脸,吻去我的泪水,要怎么才能把你污热? 嗯? 白潇雨真的是圆圆的妈妈? 对,但是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 江一和我说,认识我这么久,我身边有什么人,你不清楚。 好不容易把你养大放在身边,你觉得我还会给你逃离的机会。 但具体的情况,我现在还没有查清楚,最后再告诉你,可以吗? 我咬唇点了点头,江一叹了口气,说了句乖,原本以为这件事告一段落,但没想到隔天江一和白潇雨的新闻再次上了报。 这一次,甚至扯出了江一园,白潇雨疑似隐婚产子,老公直指富豪二代江一,随后就有网友爆出了江一抱着江一园的照片。 还有人拍到了白潇雨和江一园在美国生活的照片,直接将两人的关系一锤到底。 白潇雨似乎还嫌不够,亲自发了张自拍,并配文,谢谢大家的祝福。 紧接着,评论区炸了,恭喜小仙女,喜提良缘。 也请大家不要关注一人私生活,请多多关注白白新作品。 江一这个姐夫我是认可的,青年才郡长的贼帅,之前是不是就有传他俩的八卦? 我还以为是假的,没想到垂死了。 因为这条新闻,江一家四周全都布满了丁梢的狗仔。 江一园也不知道是不是感受到了这种紧张氛围,变得越来越敏感。 担心出什么意外情况,我和公司申请了年假,专心留在家里陪江一园。 这期间,我又收到了白潇雨发来的信息。 游戏结束,替身终于要消失了。 我照例想把号码拉黑删除,但犹豫了一下,我还是留下了这条信息。 晚上,我问江一,你会和他重新在一起吗? 我和他从来都没在一起过。 我想问,要是没在一起,江一园是怎么来的? 江一没解释,从我身上拔几根头发,借我用一用。 几天后,新闻越闹越大,江家知道了江一园的存在,通知我和江一回老宅。 我是害怕江一父母的。 我出身不好,和江一结婚,江家是不同意的。 但我不知道,江一到底用了什么方法,还是和我在一起。 婚后我也没回去过,日子过得也还算太平。 见我紧张,江一攥住我的手。 信我吗? 我点了点头,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。 你都别说话,交给我。 直到江一将一份亲子鉴定递给江家父母,我才知道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。 我和范范认识了七年,早在他高中毕业,我们就已经是男女朋友。 江一元是我和范范的儿子,我会公开对媒体澄清这件事。 江家二老眼底是止不住地震惊,胡闹。 但是事已至此,他们也只能答应。 临出门时,江母喊住我,叹了口气,什么时候,把孩子带过来给我们瞧瞧吧。 看着那张DNA检测报告,我整个人还处于震惊的状态,但在最上面,确实是我的名字。 这个检验报告是假的吧? 是假的,我就知道,我怎么可能生过孩子,我的记忆是完整的。 根本没有什么小说里的狗血经历,不可能凭空冒出来个孩子。 要是让江家查出来是假的怎么办?查不出来的,放心吧。 回去之后,一直没回应的江易直接发布了一条状态。 已婚,妻子圈外人,江易元是我们的孩子,目前感情稳定,夫妻恩爱。 相关谣言查清后会提请诉讼,白小姐,法院见。 同一时间,相关剧组,品牌商也跟着发消息。 和白小宇全部暂停合作。 白小宇到底干什么了?这回力度怎么这么大? 卧槽,江易这要牛逼,这么多代言说撤就撤了。 还有粉丝为白小宇鸣不平,有钱了不起。 要真没事,那些照片怎么解释? 小宇是受害者,抵制娱乐圈霸凌。 而从史之中,白小宇除了那张可笑的自拍,没再发过一条状态。 也是这个时候,我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。 如果白小宇真的是江易元的生母,只要拿出证据就能证明。 甚至也可以像江易一样,带着江易元去做基因检测。 但他没有。 我跑到书房又一次翻出了那张检测报告,上面只有我的名字,没有江易的。 这到底是……怎么回事? 我想到未删除的信息,顺着号码拨了过去。 那边是白小宇的声音,江夫人终于肯联系我了。 江易元到底是谁的孩子? 你真想知道,就去问你的好母亲啊。 我不明白跟我妈有什么关系。 白小宇冷笑,犯着地,我得不到的,你也别想得到。 说完电话挂断,我看着坐在客厅玩汽车的江易元,脑子乱成一锅粥。 男孩不知道我的情绪,朝我咧嘴伸手,喊我过去陪他。 我待不住,王沈,你帮我照顾一下圆圆,我出去一趟。 到家的时候,家里只有范盛一个人。 当年的病秧子现在已经一米八几,养得又胖又壮。 妈呢,打麻将去了。 范盛嘴里叼着根烟,翘着二郎腿,坐在家里打游戏。 17岁的男孩整天不学好,跟着一帮混子在外头吃喝嫖赌,和他老子一样。 我不想跟他多说话,转身想直接去麻将馆。 被范盛拉住,前几天跟你要的钱,什么时候打过来。 我欠你的。 范盛推散了我一下,你他妈欠我妈的,不得还。 我欠他什么了? 从我高中辍学打工开始,这个家就像吸血虫一样,不停跟我要钱。 你的病,现在住的房子,你打架交的赎金,你跟爸出去赌欠的高利贷,哪一个不是靠我,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种话。 那不是因为你找了个有钱的男人。 我回手给了他一巴掌,你他妈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跟他结婚,有没有在乎过我过得好不好。 范盛,我当你姐17年了,一条狗也能养出感情了吧,你长良心了吗? 范盛被我一巴掌打傻了。 我妈正巧这时候回来,疯了一样冲过来,范盛弟,你怎么跟你弟说话呢? 盛弟,盛弟,我厌恶死了这个名字。 压下心底的怒气,你回来得正好。 我问你,四年前,你对我做过什么? 听到这话,原本还发火的人眼神开始闪躲,什么做过什么,我不知道。 真的跟你有关。 我走过去,为什么现在有一个孩子跟我DNA检测结果一致,四年前我出车祸做手术,是你全程陪在我身边的,你到底串通医生做了什么? 就娶了你几颗卵卖了而已。 我是你妈,你什么东西不是我的,再说,我要是不娶卵去卖,你哪有钱做手术? 是姜亦给的钱做手术的,你弟弟当时也需要钱。 我双手颤抖,再也没想到原来真相会是这样。 当时我上学出了车祸,江亦在国外出差,打了一笔钱,给我父母让他们代为看护。 那段时间我还想,为什么一向冷漠的母亲会突然在我住院期间展现久违的亲情? 开始我还以为是江亦给的钱起了效果,没想到是因为娶卵,我想笑,却笑不出来。 范盛此时也听明白了,什么娶卵,什么孩子,你们在说什么? 我看向范盛,又看向母亲,你们还真是一秋之河,烂到家了。 从今天开始,我和这个家没有任何关系,你们是死是活,都别联系我了。 说完我扭头就走,我妈还想冲过来打我,被范盛抱住。 而我,已经没有任何力气关心里面的争吵了,江亦应该早就查到了吧,不然她不会始终照顾江亦元。 我后知后觉,为什么江亦在我住院之后不久突然和我求婚,还把我的户口迁进了别墅。 现在想来,说自己需要婚姻求是假的,想帮我脱离原生家庭才是真的。 她变成了我的丈夫,以后我的货西弹服,都将由她这个最亲密的人亲自签字决定。 我终于捂住脸哭出声,电话铃声响起,那边传来王沈的声音,圆圆,圆圆丢了。 有人伪装外卖园,把圆圆带走了。 我第一反应就是白萧宇,是他,肯定是他。 别急,警察已经在调监控了,江亦握住我的手,会没事的。 半小时后,我果然接到了白萧宇的电话。 你到底想干什么? 我什么都没了,江亦断了我的一切资源,就是想逼死我,白萧宇仿佛已经疯了。 江亦元是我生的,凭什么喜欢你? 我这么漂亮,这么有名,凭什么他们都喜欢你这个什么都不是的东西? 白萧宇,我要把你身边的东西,一个一个毁掉。 这是你跟江亦欠我的,是你们欠我的。 警察还在旁边,根据信号定位位置。 他们用手势,示意我尽量拖延时间。 我吸了口气,你买走了我的卵子,生下江亦元,为什么? 因为江亦喜欢你呀,白萧宇狂笑,当年要不是我想跟他表白, 他没去赴约,我又怎么会帮一群小流氓侵犯,最后失去了生育能力。 是他害的,都是他害的。 他不是喜欢你吗? 那我就偏要偷到你的卵子,找别的男人生孩子。 让他也体会一下痛苦的滋味。 电话挂断,身边的警察飞速摘下耳机,已经定位到具体位置,现在出发。 白萧宇把圆圆带到了破旧的工厂。 见我们跑过来,他把江亦元抱在怀里,手里还拿了把刀,你们别过来,不然我一刀捅死他。 大概是怕小孩子哭闹,也不知道给他吃了什么。 江亦元小小的身子软啪啪的,始终闭着眼。 白萧宇目前的精神状况,已经极度不稳定了。 他死死盯着我和江亦,刀尖在江亦元的脖梗上,抵出血来。 你把江亦元放了,我过去行吗? 我不忍心小家伙被这样对待,眼底含泪地看向白萧宇。 他是你十月怀胎生的,我相信你对他也有感情,对吧? 不管怎么样,孩子是无辜的,你把他放下我去。 说着,我往前走,江亦一把拽住我。 我看下男人,轻声说了句,就让我去吧。 我已经没有亲情了,我不想江亦元也被人这么放弃。 江亦手松了一瞬,我跑向白萧宇。 白萧宇反应也快,放下江亦元一把抓住我。 此时,江亦元缓缓睁开了眼睛,看见这一幕,撇嘴就要哭。 圆圆,别怕,大家在做游戏呢。 我尽量忽视脖梗处的那把刀,吸了口气,你去找爸爸,让爸爸带你回家好不好。 江亦元抱着我的腿不肯动。 这一幕却刺激了白萧宇,她看向江亦元,你不是不喜欢我吗? 今天我就让你亲眼看到你喜欢的妈妈死在你面前,这样你以后就只有我一个妈妈了。 说着,她手陡然用力,江亦迅速扑过来,刀背撞开。 没想到,白萧宇却又从口袋掏出了一把水果刀,直挺挺朝着江亦元刺过去。 我下意识挡在了江亦元面前,那把刀直接插进了我的腹部。 一股被撕裂的疼痛从腹部蔓延开来。 晕倒前,我听到了江亦元的声音。 她喊,妈妈,我的圆圆会说话了。 我想笑着应声好,只可惜,现在的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。 浑身像是被车撵过,疼得厉害。 不自觉哼出声,身边立刻传来一道声音,醒了。 睁眼,我就瞧见一张特别帅的脸。 男人皮肤白皙,五官深邃,只是眼底的红血丝稍微影响了逆天的颜值。 我脸瞬间就红了,你是谁? 男人明显一愣,随即喊了医生。 一群人围在我身边开始检查。 从始至终,男人都没离开,一双视线直勾勾地盯着我。 两久,医生才说,身体已经没什么大碍了,出现的失忆情况, 不排除重大创伤后的应激反应,具体可能得咨询心理方面的专家。 片刻后,男人才走到我身边。 我叫姜亦,是你丈夫。 我们结婚三年,有一个四岁的儿子,名叫姜亦元。 很可爱,长得像你,每天下午都会来医院陪你,一会儿你就能看到他。 我眨了眨眼,捕捉到了漏洞,结婚三年,儿子四岁。 姜亦顿了一秒,随即说道,情男自今,婚礼往后拖了一年。 文言,我脸更红了,我不怀疑姜亦的话,因为从看见她的第一眼我就知道,我喜欢她。 几天后,我出院了,姜亦元牵着我的手,一路上不停喊我妈妈,就像个小麻雀。 姜亦嘴角带着笑容,拎起病房里收整出来的东西,我们回家。 我也笑了笑,好啊,回家。 一个月后,新闻爆出大明星白潇雨出事了。 据说是在被捕的路上,被一名狂躁歹徒持刀刺杀,当场毕命。 歹徒和我一个姓,也姓范,名叫范盛,只不过电视上都是马赛克,我根本看不清脸。 妈妈,我饿了,走吧,给圆圆做饭吃。 我关掉电视,抱起姜云园,吃过饭爸爸来接我们去公安局,请警察叔叔帮妈妈改名字。 为什么要改名字? 因为妈妈不喜欢现在的名字。 那妈妈叫什么? 我想了想,翻爱意好不好听。 爱意爱意,泛泛爱江意。 爱意爱意,从此我的世界,满是爱意。